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我是燕婷 在你的生命里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你是一个为他人着想 很体贴的人 但有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越体贴 但却越孤单的感觉 或是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不管在关系还是工作上 但有的时候 你越努力 却让你越挫折 如果你经常有这些感觉 那很有可能 你的能力是从商里所长出来的 起点 最近有一门新的线上课 叫做回家 它是由资商心理师 李玉婷老师所主讲的 如果你听过 心理赌猫猫这个节目 相信对玉婷老师 有一定的熟悉度 很多听众都回馈说 玉婷老师的声音不但温柔 还给人满满的疗愈感 我因为是起点的内部成员 所以有机会 在课程还没上线前 先一听为快 整门课听完 让我最触动 也最有收获的一个概念 就是能力 是从商里所长出来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要理解这一句话 我们得先知道 能力 它是怎么长出来的 那常见的来源 有三种 第一种 是天生的 也就是我们一般 所说的天赋 很多领域的超级高手 都是从小就展现出了 过人的天赋 像音乐神童 莫扎特 三岁学琴 五岁创作出第一首作品 六岁就在欧洲展开 巡回演出 再来第二种能力 是从兴趣里培养出来的 像我的表达能力 就是靠后天努力 练习而来的 我小时候啊 是很害怕公众表达的 只要人一多 我讲话就容易结巴 语无伦次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我是一直到研究所的时候 听到一场精彩的演讲 被台上的讲者 深深吸引 当下突然有一种 热血澎湃的感觉 觉得会说话的人 真的好厉害 好有魅力啊 这才让我下定决心 要练习公众表达这项技能 最后 第三种能力 是从商里长出来的 这边的商 通常跟原生家庭有关 例如 你是家里最大的孩子 你的父母 因为工作的关系 经常不在家里 而你很懂事 除了会把自己照顾好 不让爸妈担心外 你还会主动帮忙 照顾弟弟妹妹 煮饭给他们吃 教他们功课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让你长出了独立 不依靠别人的能力 但这样的能力 很可能让你在工作 跟关系里很辛苦 在工作上遇到困难 你可能会自己一个人干到底 不习惯向外界寻求资源 经常把自己搞到心理憔悴 别人还不懂你在忙什么 在关系里 你的伴侣 可能也会因为你太独立 不容易靠近 很难跟你建立深度连接 所以 如果你的能力是天生的 或是因为兴趣 主动培养出来的 那这样的能力 就会是一种祝福 因为你能自由地使用它 享受它 为你带来的好处 但 如果你的能力 是从商里长出来的 也就是在成长经验中 为了活下来 而不得不长出来的能力 像是 不得不独立 不得不体贴 不得不努力 那这些能力 就很有可能是一种束缚 因为这些能力 跟你的生存焦虑 有很大的关系 这容易让你无法自由地使用能力 只有开跟关 没有办法弹性调配 让习惯变成你的主人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会无意识地使用它们 这个看待能力的角度 真的给我很大的启发 听完课后 我也找时间 认真思考了 我现在身上拥有的这些能力 哪些是我能自由使用的 哪些是不得不使用的 不得不使用的能力 我最先想到的就是 理性 这边抱一下我自己的料 我记得之前 听完玉婷老师的新课的时候 我问了嘉玲老师一个问题 我说 课程里提到 能力是从商里长出来的 这一句话 有科学证据支持吗 它描述的是一个客观事实 还是只是一种修辞技巧 一种文学美感 我记得 当时嘉玲老师一脸尴尬 脸上像冒了三条线 不晓得该怎么回答的样子 这个例子 应该能让你感受到 我是一个思考 多么理性的人啊 而的确 理性这项能力 在我的生活跟工作上 也为我带来很多的好处 我离开学校 当自由讲师的那段时间 最常讲的主题 就是思辨 论证 批判性思考 这些一听 就很理性的题目 我当初之所以有机会进到七点工作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开语跟嘉玲 很喜欢我的文章里面 理性论述的风格 它刚好也是七点缺少的元素 所以才邀请我加入七点的团队 虽然 理性这个能力 我有带来了许多好处 但我也在很多 不需要这么理性的时候 无意识地使用了它 这让我在不知不觉中 推开或伤害了我身边最亲近的人 比如说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经常会很理性地 把重点放在事情上面 而忽略了对方的心情 有或者是跟伴侣起冲突的时候 我会自以为很理性地 讲事实 讲对错 忽略对方的情绪感受 只想要在道理上争输意 我生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自由地使用我的理性能力 我经常会不自觉 甚至没有办法控制地 不得不使用它 以前的我 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听完玉婷老师的新课 才让我思考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因为我的这项能力 是从商里长出来的 于是我试着回想自己的成长经验 希望能从中看见 自己的理性能力 是怎么样萌芽茁壮的 从小到大 我们家很少谈自己的感受 我跟爸妈也不会主动聊天 偶尔开口说的也是事情 而不是心情 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们几乎不会讲话 整顿饭吃下来 你大概只会听到 碗筷碰撞的声音 我依稀记得小时候 有几次在餐桌上 我很兴奋地 想要分享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却被我爸泼冷水 或是用一种我没有办法理解的逻辑来骂我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爸是一个脾气差 又没有逻辑的人 所以在念书的时候 我对于理性 有逻辑的科目 特别有兴趣 还参加了辩论社 一来 是因为这些知识 技能 不谈感觉 给我很大的掌控感 二来 是我觉得 我学会以后 吵架就可以敲应我爸 三来 是我不想成为 跟我爸一样的人 我想 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可能就塑造了我 理性大于感性的这一面 再加上 我后来的专业训练 是科学 他特别强调 证据 事实 在做研究 写论文 上台报告的时候 要理性 客观 尽可能地排除 个人感受跟价值观 这又强化了我更理智 只讲事实 不谈感受 我不想成为 跟我老爸一样的人 但我用力的方向 却让我在某种程度上 跟老爸 越来越像 如果说 我爸的情绪化 让他没有办法 跟人好好相处 那我就是另一个极端 我的过度理性 其实也阻碍了 我跟人靠近 这个探索跟觉察 除了让我更认识自己 知道自己的能力 是怎么来的之外 也让我意识到 我已经不是 小时候的我了 我的伴侣 跟我的爸妈 也不一样 我不需要用 跟原生家庭 互动的方式 来保护自己 回到你身上 你身上有哪些 让你感到 娇弱的能力呢 你有想过 这些能力 是怎么样 长出来的吗 你能自由地 使用这些能力 享受它们 带给你的好处吗 还是被它们控制 在任何时候 都不得不 使用这些能力 想要摆脱 能力的束缚 活得有弹性 更自在 你就得从一个 新的角度 来重新认识自己 这个角度 就是 原生家庭 但想要靠自己 回想跟原生家庭的关系 看见家庭 对自己的影响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 玉婷老师的新课 回家里头 玉婷老师会陪伴你 用一个个案例故事 为你营造一个 自由思考的空间 让你用别人的故事 想自己 思考自己 跟故事里的主角 有哪些地方相同 哪些地方不同 并透过精神分析的角度 分析个人内在 让你回想 自己过去的生命经验 有没有哪些 不自觉的重复行为 或是自己 多不清楚的直觉反应 透过 玉婷老师的陪伴跟引导 你会对自己 有更深刻的认识 你可以串起 自己过去 跟现在的经验 知道自己一路走来 是怎么样 长成今天 这个样子的 当你把真实的自己 认回来了之后 你才算是 拿回了人生的主导权 你身上的所有能力 对你来说 都是祝福 你会更清楚的知道 自己适合做什么 怎么样跟人互动 你会活得自在 而且从容 这门课的相关讯息 你已经可以在 起点的官网上看到咯 欢迎你先收听 第一张的免费内容 至于完整的课程 等到7月22号凌晨 就可以首到加入咯 记得设定好闹钟 把握第一波 超早了优惠 那么今天 就跟你聊到这个地方咯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